我跟大家失败,先捞面,然后这个捞上面 自己拌,要吃多少就可以吃 来,来来来,来来 鸡龙女儿台中市长卢秀燕如属家珍的说明小吃的正确吃法 为什么她会这么怀念中山区的汕头牛肉面 因为她小时候就在这个地区长大,就读先动国小 所以这是她童年的记忆,最怀念的故乡美味 这个就是我要吃的牛肉面 她们的面不一样,是特制的,也不是乌龙面 她就特制的,从小的面就长得一样 可以去看这边哦,看这种害伤哦 先等一下哦 他们家每一样都超好吃 如果可以的话,我待会打包 可以吗?好想念哦 我先帮你点,你也帮你打包吗? 我给你讲嘛,面要一份拿好,然后这个要一份拿好 然后那个汤要一个,汤你怎么带? 要碗子啊 要碗子吗?就这三个 然后炒三鲜要一个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当然,配啥可以吗?当然可以 吃弟弟跟他讲话 这个最好吃 所以吃牛的人,这个人吃的,这个最好吃 对,我们其实今天是陪基隆的女儿卢市长 然后回来她的娘家基隆 主要除了是挺我们谢国良市长以外 还有他带我们来吃基隆的美食 其实基隆就是可以这么快乐嘛 吃喝玩乐观光 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不可以安居乐业 然后好好让谢市长 然后做好这四年,这八年 所以我希望说 不管是基隆市民也好 或霸良团体也好 你们可以再思考一下 就是基隆人需要的真的是不断的政治操作吗? 还是像这样子 就是呵呵啊贵心啊 然后好好的赚钱 这次除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还有南投县长许淑华 连江县长王忠明 台北市议员尤淑卉 跟立委林佩祥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 宋伟丽 何淑萍 蔡旺莲 林恩典 都共同合体力挺谢国良 因为我看到国良这段时间 我们给基隆主席顺着围困 因为国良做市长 他要收好基隆 收好基隆人的财产 如果他们出一看消息时 有法觉就说 基隆的财产 既然不定既的基隆 企业企业 财因此 他积极的要求 一定要收回 定期在台中市 基隆企业企业 这样可能有的人不高兴 去财产的地方 所以有的人就是要修理 其实我今天要跟国良说 我全天回来 我跟国良说 对的事情 要坚持 这是基隆人的工散 这是基隆人的资产 当然要定期保持政府 这样才是道理 所以国良 国良在做的时候 是健康的事情 但一定爱给基隆 我们基隆是目前民众反对罢免 不同意罢免的绝对是占多数 但在这个人口里面 我打一个比例 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目前是了解到 一定要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大概还有三成的民众 其实是不了解 也不知道要出来投这一票 另外有两成民众 很可能他知道他反对罢免 但是他还没有 动力出来投这一票 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期间 包括今天姐姐 回到基隆来 就是要跟我们基隆的民众喊话 如果不出来投票 那么国良也很可能 就会被罢免成功 因为现在的选举罢免制度 过到百分之二十五 我认为对方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票数的 但是重点是 我们有着更多的民众 但是却需要一定要站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所以未来几周 我们仍然会如履薄冰 非常的一步一脚印 要来跟更多的市民朋友 来宣传 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的这一票 来力挺谢国良的三位县市长 跟市民呼吁 一个市长做得好不好 应该用四年来考验 而不是做了一年多 就来评断他的施政表现 所以呼吁基隆选民 支持谢国良市长 一定要在10月13号 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道